美国驻华使馆近日声明称 布兰斯塔德大使日前访问西藏自治区 访问期间 他鼓励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进行对话 就宗教自由美方人员进藏等问题表达关切 在2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陆康介绍了相关情况 布兰斯塔德大使最近是访问了西藏自治区 那么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 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的主要负责人会见了他 布兰斯塔德大使一行 他们还参观了当地的社区 教育文化机构和一些宗教场所 陆康表示 期间中方向美方表明了中国中央政府 在同第14世达赖喇嘛方面接谈 外国人员访问西藏自治区等问题上的政策 中方向美方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 也详细地介绍了西藏自治区 它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我们也明确地强调了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干涉西藏自治区事务 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布兰斯塔德大使呢 感谢西藏自治区给予的热情友好接待 他也积极评价了西藏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他表示此访增进了美方疫情对西藏的了解